早 早 Good morning 那個昨天是演唱會 然後今天才剛起來 來記錄一下我平常在幹嘛 平常我早上起來在幹嘛 早上起來當然 就是 然後趕快 趕快整體要出去的東西 所以我早上起來大概都是這樣子 我現在刷完牙 然後等一下就要直接去化妝 然後要出去 今天還有一整天的行程 最重要的是 今天可以去到跟品牌 在溫哥華的一個 Nature Center的一些朋友們見面 所以還蠻開心的 然後晚一點呢 就會帶大家一起去逛一逛喔 好漂亮嗎 要去化妝囉 接下來 我們要標請今天的 重量請嘉賓 Heartfeet的全新品牌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是非常特別的 這次到了多很多 溫哥華 然後接著下來三月會到 東京的Lapayette 所以還蠻開心的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一個 流行時尚 然後又運動風格的一個品牌 那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然後可以多了解一下我們心裡 想拍電影嗎 我要看好的作品 因為你像看要花多少的精力 然後你不能只有你一個人求好心切 當然大家都會說我們都是求好心切 可是每個人的sense不同 就是出去的 出去的那個結果論啊 到底是 有沒有到達你自己的那個sense 就是 見仁見智 我想要拍比較 比較多那種的舞台 就是比較dramatic 的東西吧 但是 就看看吧 因為這種 好的作品就像 一首好歌一樣 可遇不可求 你知道以前演戲的時候啊 不知道對不對 吃東西進去 然後就馬上做表情的時候被麻 因為你還沒有嚼 不懂為什麼演戲 才知道原來演戲其實就是很生服 廝師 還有 тысяч 暑不過一 mientras 買了嗎 我送你這個 這個啊 我覺得我比較合理 她穿長具 hell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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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真的妳這樣 太適合了 然後拉住給妳保暖 那個是吃早餐吃片的牛 再來我們每一天都需要那個益生菌 所以這裡是益生菌 通常他們會這樣建議 從飲食裡面直接去社區 我覺得就是你們健康檢查完之後 然後覺得你們需要怎麼再對吃什麼 我之前就是 在這邊念書的時候 然後常常就會 跑到這樣子 Cold Harbor啊 或者是Stanley Park 就是會去 跑步 練習 練習我的肺活量 然後有這樣子一個很好的空氣跟環境 哇 感覺真好 然後整個感覺特別的舒服 再來就讓我又回想到以前的點點 這種感覺就是 追求夢想的感覺嗎 追求夢想的感覺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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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